花莲市的花莲大楼在这次的强震中遭到贴黄丹 除了在外墙上出现多处的明显军裂 更让住户的安全出现隐忧 其中有一位同位受在户的美术家勇敢转念 带领社区居民透过粉彩艺术走出伤痛 并写下心愿祈福 希望能够尽早回复原有的日常生活 粉彩作品上写下心愿祈福 再把大家的愿望挂在墙壁上 希望能够透过艺术疗愈住户心灵同时散布正能量 卡片上写着希望住户平安早日回归日常 字字句句都充满对灾民的关怀 同位受在户的美术家陆春珠 才刚搬进社区四个多月就不幸面临强震 但还是选择勇敢面对 除此之外还希望能够运用自身专业 透过粉彩艺术来疗愈住户身心灵 陆春珠表示希望能够透过艺术的方式 让住户们在卡片上写下心愿 同时为灾民起伏 能够借助大家的负面情绪 同时为社区尽一份力 注入满满正能量 就是经过一个晚上之后 我觉得我还是要勇敢一点面对 住户们互相加油打气 希望能够尽早完成修缠工作 重建家园恢复以往日常 这时候中央跟地方要联合 要来协助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解决 不要再重演921 0206 0304 要防止下一个灾难发生 大佬主委也表示希望经费的部分 不要再由受灾户来分担 因为内部的整修已经很让人头痛 希望可以以花莲大地震作为警示 在订定受灾相关的救济补助 慢慢推广到隔险市 大佬主委身为两次强阵中的受灾户 相当了解灾后所带来的冲击 以及难以平复的情绪 艺术家希望能够贡献一己之力 让大家早日回归日常 记者刘平成 许立琴 华联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xualmed blair 赚托广告 才 어떤招 Bread 发明旁有点赞